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扎实有序推进 务求取得实效 一要提高站位 统一思想 深化认识 深刻领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牢记初心使命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 是坚定信仰信念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拥抱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知识精神 推进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必然要求 必须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推进吉林振兴发展实践中 体现新担当 实现新突破 展现新作为 而要突出重点 把握要求 明确目标 高质量 高标准 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 进一步感悟思想伪力 进一步把握历史规律和大事 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认识 进一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 进一步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 深学细物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永远和人民群众同呼吸 共命运 新联心 不断增强工作系统性 预见性 创造性 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 鼓足迈进新征程 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三要加强领导 夯实责任 守正创新 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树立正确的党史观 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 主流和本质 把党史学习教育 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紧密结合起来 同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 紧密结合起来 加强宣传引导 切实把党员干部 焕发出来的热情 转化为攻坚克难 勇于担当 干事创业的实际效果 让人民群众看到变化 让广大百姓得到实惠 省委常委 及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 省政协负责同志 省法院 省检察院 主要负责同志 长春市政府 吉林大学 主要负责同志 省职 驻省中职 各部门单位 各市州 长白山保护开发区 长春新区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美和口市 及部分金融单位 重点企业 省属高校 主要负责同志 参加会议 参加全省党史学习教育部署会的 我省广大党员干部 倍感振奋 大家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落实党中央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部署要求 把党的历史学习好 总结好 传承好 发扬好 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 星基林 磅礴力量 从我们波兰状的历史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 秉承我们民政的 民政为民 民政爱民的理念 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 繁心事 揪心事 让人民群众 切实感受到 党的关怀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特别是对我们学校自身 如何高质量 高标准的设计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的思考 更加清晰 所以后 我们将在继续学习 领悟的基础上 迅速地 结合学校的实际 形成具体的工作方案 在抓好 教职工党员 党史学习教育的同时 更加地重视和关注 青年学生党员 这个群体 全省邮政系统 将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 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工作要求 认认真真在全系统 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 坚持不懈地 以党的最新理论成果 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我们将采取多种形式 开展好 集中学习 专题培训 宣传宣讲 以及主题实践 各种活动 引导党员干部 学党史 勿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3月1号 省委书记 景俊海 出席省管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 19届五中全会精神 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 并讲话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 19届五中全会精神 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奋力推动 十四五吉林 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 开好局 起好步 省委副书记 省长韩俊 主持开班式 清俊海讲调 深入学习 精心领会 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对贯彻落实好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推动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重要意义 一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因切嘱托 忠实践行新担当 新突破 新作为的重大职责使命 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 贡献吉林力量 在东北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中 探索吉林路径 在开启现代化新征程上 彰显吉林作为 二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准确实变 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 加强前瞻性思考 全局性谋划 战略性布局 整体性推进 精准把握攻击与需求 量变与质变 效率与公平 发展与安全 长版与短版的关系 在畅通经济循环 推动自主创新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扩大高水平开放中 发挥更大作用 打造我省新的发展优势 推动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三要抓住 创新 引致 提升 转型 放火 联动 负民等 关键环节 坚持精准发力 着力破解制约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的瓶颈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坚持引进人才 与培养人才 使用人才统筹推进 具天下英才而用之 让吉林成为 天下英才的用武之地 提升项目建设 和招商引资水平 做大经济总量 培育打造新动能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提升全产业链水平 形成多点支撑 多业并举 多元发展的 产业发展新格局 进一步放开激活 松绑减负 优化环境 增强吉林吸引力 竞争力 影响力 仅扣一主六双产业空间布局 坚持区域联动 城乡联动 内外联动 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在促进共同富裕上 迈出更大步伐 自要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全面提升政治能力 坚持不懈解放思想 持之以恒提高本领 以以贯之横抓落实 为十四五发展 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要高质量 高标准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精心做好市县乡换届工作 精准排查整治 各类安全生产隐患 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 全力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省级县制领导干部 及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秘书长 参加开班式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 以视频形式 主持召开 省委与城乡基层治理工作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建立健全 城乡基层治理 统一领导体制机制 统筹推进领导体系 组织体系 治理体系 服务体系 能力体系建设 形成党组织领导的 共建 共治 共享 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切实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增进人民群众福祉 会议审议通过 省委城乡基层治理工作委员会 工作规则实行 省委城乡基层治理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工作规则实行 省委城乡基层治理工作委员会 专项工作组工作规则实行 省委城乡基层治理工作委员会 解制约基层建设和群众反应强烈的热点 难点 痛点 毒点问题 努力探索走出一条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的吉林之路 一要把握大局大势 增强改革创新城乡基层治理统一领导体制的政治自觉 思想自觉 行动自觉 突出党的领导 改革创新 系统建设 加快构建城乡基层治理新格局 二要明确目标任务 地方党委层面要健全完善 党委统一领导 组织部门牵头抓总 相关部门发挥职能作用 平占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领导体制机制 街道乡镇层面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 社区层面要落实减负增效改革举措 构建贯通有力的领导体系 推进两个覆盖攻坚 组织链条延伸攻坚 党建联盟建设攻坚 党群服务中心建设攻坚 提高城乡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构建全域覆盖的组织体系 实施检政放权专项行动 网格治理专项行动 物业治理专项行动 突出重点推进专项治理 多措并举推进创新治理 因力质疑推进精细治理 构建务实管用的治理体系 抓实便民服务项目 志愿服务项目 专业服务项目 解决好公共服务与群众需求之间的矛盾问题 构建便捷优质的服务体系 强化基层治理队伍建设支撑和数字治理能力支撑 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指挥方式 组织方式 治理方式 服务方式 网上转变 线下融合 构建过硬专业的能力体系 三要加强组织领导 压实工作责任 搞好协调配合 确保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胡家福 韩福春 阿东在主会场参会 高广斌 侯西敏 刘金波 蔡东在分会场参会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韩骏主治召开 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继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 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 在河北复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精神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8次会议精神等 明确责任 细化举措 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 会议指出 要着力完善脱贫攻坚中形成的领导体制 政策体系 制度体系 工作体系 全面体现到乡村振兴中 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要保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健全防止反贫监测帮扶机制 发展乡村富民产业 推动脱贫基础 稳固可持续 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加强水电路气网建设 提升农村教育 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 推动乡村面貌 发生显著变化 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会议强调 要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 在学懂 弄通 做时尚下功夫 全面加强思想建设 作风建设和党性锤炼 要组织好基层建设年活动 为群众办好事 办实事 解难事 确保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 会议强调 要对标对表中央要求 完善改革思路 举措 政策等体系 切实发挥改革在吉林振兴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要围绕营商环境建设 深化放管服务等重点改革 推进全省营商环境进入全国第一方阵 要像抓营商环境一样 抓创新环境 加快科技成果研发转化 推动人文科教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 要加快城乡融合发展 深化土地户籍等改革 坚持以城代乡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要围绕扩大开放 推进规则 管理标准等制度性改革 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 要推动全面绿色转型 抓住新能源发展机遇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会议强调 要针对中央巡视反馈的问题 按照省委部署 坚决扛起政治责任 狠抓整改落实 坚持举一反三 加强制度建设 确保整改有力有序推进 不折不扣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长城海关不断深化放管幅改革 大力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位于长白朝鲜族自制县的圣源木业公司 是当地一家出口木制品加工企业 距离县城较远 单程距离就要100多公里 企业为出境货物生产的木制包装 需要由海关官员审查合格后 用电子捞印机印上标记才可以出口使用 只要企业有需要 长白海关官员就会早上6点多从官里出发 往返5个多小时 风雨无阻 只要我们企业有所需求 长白海关都能第一时间地赶到 实际地为我们企业帮扶指导 解决了实际困难 大陆汽车电子长春公司主要生产汽车底盘安全系统 动力总成系统和车身电子系统等 春节期间 厂里的机器都在满负荷生产 部分需要从国外进口的原材料 能否及时通关 及时进厂 对企业来说尤为重要 7天假期 海关共为大陆汽车电子长春公司 审核通关原材料19票 仅大年30这一天就审核通关9票 据了解 长春海关加大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推广力度 五指化申报率达到百分之百 优化通关监管流程 进出口环节需验合的监管证件 由原来的86项减至41项 进一步提升通关效率 稳步推进提前申报 两步申报 两段准入等通关便利化改革措施 持续压缩整体通关时间 目前 进出口通关时间分别达到28.61小时和1.47小时 较2017年压缩50%以上 先后制发了支持外贸企业 复工复产的15条措施等系列政策性文件 累计推出近百项举措 2021年 长村海关将进一步巩固扩大优化口岸银山环境成效 从优化通关流程 提升通关效率 降低通关成本 鼓励先行先市等方面 不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促进外贸稳重体制 全力支持吉林省对外开放 高质量发展 今天的建政履职专栏 记者带您走进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工程律师事务所主任 池日大 今年 池日大委员继续关注《个人信息保护法》 他建议在实现立法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标准 记者见到池日大委员的时候 他正在对今年的提案做最后的调研 为了让提案更加全面 他联系到了经济 科技 金融 学者 群众等各界代表 开展线上研讨 广泛征求意见 在去年我提交《个人信息保护法》 《加快立法进程》上一个提案的基础上 我今年把这个范围做了一个缩小 也是关于个人信息保护 就是关于应用程序 我们天天都在使用手机 那么我们手机APP的这样的应用程序 在这个应用程序上下 个人信息如何去保护的问题 作为一个公民 我们都普遍地关注这样的一个问题 刚才俊仁你也谈到了 说我们每天都要用各种手机软件 下载的时候的确是要经常填很多信息 对于一个普通的公民 我们首先会很困惑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到底是不是一定要添这么多的信息 作为一名基层的法律工作者 迟日大坚持要用自己的法律专长 为民发声 去年的全国两会 他提出了加快推进《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提案 一年来 他积极发挥专业优势 调研撰写大量提案 新年的两会 迟日大准备了三份提案 分别是关于完善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个人信息保护》的几点建议 关于大力培养涉外法治人才的若干建议 和以三步走战略探索制定行政法典的建议 无论对我们老百姓的权力保护也好 还是对眼界公共上的这种权力的规制也好 我认为都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委员来自社会方方面面 那么应该代表我们广大人民群众 这个意愿来参政遗政 从基层出发 然后从群众中出发 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 行使我们这个女子尽责这份责任和使命 张亚南是吉林省人民医院的主管护师 从事护理工作十多年的她 热心体贴干预奉献 是同事患者口中的男姐眼里的亲人 日前她被中宣部评为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 无计都现在吃我都一瞅着眼韵 你不光吃无计牛肉 吃牛肉没有方就说 然后吃解饮高蛋白的食物 除了每天这样与患者面对面的交流 张亚南还特意组建了几个健康咨询的微信群 患者在群里咨询的大事小情 她总会耐心回复 除做好本职工作外 她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利用休息时间去养老院做健康指导 为困难家庭儿童捐赠书籍 深入乡镇村屯做健康宣教讲座 从18年的时候是因为我爱人的同学是扶贫干部 也从他们嘴中听到了很多他们当地 对这个医学常识的匮乏和对疾病认识的这个匮乏 所以我就想要为他们做点什么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张亚南主动请英驰援武汉 加入了吉林省首批原恶医疗队 在武汉她主动承担起医疗队信息宣传工作 还带头组织起学习小组 学习呼吸系统传染病的护理 特殊患者的心理护理等一线必备常识 作为护理组副组长 她还每天观察组员的情绪变化 发现问题及时沟通化解 今年初的疫情期间 她又号召身边的人 共同组建了一支志愿者团队 积极参与长春市区的核酸采集工作 我觉得青春虽然是短暂的 但是在护理的道路上 在学习雷锋的这条道路上 大爱是无限的 我要继续发扬雷锋精神 继续走下去 新学期开学 我省各地中小学校将党史教育文化传统 融入开学第一课 引导中小学生爱党爱国 长春市实验中学的开学第一课 以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为主题 开展党史和爱国主义教育 利用知识问答 讲述党员光荣事迹 施朗诵等形式 向同学们传递红色教育 这个红色教育不仅仅是能够 普及一些红色知识 它更多的是一种信念上的支撑 和对我们精神文明的一种塑造 在长春华越学校 小学生们迎来了 以播种希望自觉成长 拥抱未来 共创辉煌为主题的 新学期开学典礼 在双辽市第一中学 湖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老师为学生们讲述 五位卫国戍边英雄 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事迹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在四平柳河等地中小学 同学们通过漫画 摄影 武术 书法 手语表演等形式 从敬畏 感恩 真爱 爱国 四个主题 诠释了敬畏自然 感恩英雄 真爱生命的真实情感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 通话市中小学的 开学第一课 采用线上方式进行 将抗联精神 爱国情怀 党史教育和传统文化 融入其中 引导中小学生 从小树立爱国主义意识 各地中小学 还设置了校园安全 文明习惯养成等课程内容 讲述防疫知识 抗疫故事 提高学生的安全防范 和自我保护能力 3月2号 省应急管理厅 民航吉林安全监管局 省森林消防总队 开展联合拉动演练 演练 以某地发生地震后 按照国家应急管理部的 统一部署 需要省森林消防总队 调集救援队伍 跨区域增援为背景 演练从任务下达 快速集结 联动协调 航空救援飞行计划审批 航线调配等方面 进行了实战模拟演练 检验了多个部门 快速响应 联动联运工作机制 下面来看 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情况通报 3月1号0至24时 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 有3例 通化是3例 确诊病例 达到新冠肺炎出院标准 治愈出院 截至3月1号24时 全省在院治疗 确诊病例6例 通化是6例 轻行四例 41级电视剧 平凡的荣耀 今天起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 该剧讲述了 具有犀利投资眼光 桀骜不逊性格的 投资公司经理吴克之 和公司空降的学历普通 毫无经验的实习生 孙一秋等人 在金融投资领域的职场故事 吉林卫视每晚两集播出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欢迎关注 吉林新闻联播的微博微信 和集市通客户端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